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TOKI 對 那我們就讓他先set up一下 那待會要講的是我們TOKI做的是 英雄聯盟戰機網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有玩英雄聯盟的 還是說有人其實真的有在看這個戰機網 那我先前有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真的還蠻厲害的 就是說這個project除了用到Django 甚至還有用到Twisted 那當中Twisted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塊真的還蠻有趣的 那待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TOKI 他怎麼使用Twisted來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其實我真的覺得還蠻有趣 因為我不曉得Twisted還可以這樣用 那我就不多透露 我讓TOKI來跟大家介紹Twisted這個部分 那真的沒有人玩英雄聯盟的嗎 可以舉一下手 我還蠻好奇的 真的沒有啊 TOKI都驚訝了 講了一下真的沒有啊 都在寫Python 大家都在玩Python是不是 好不過我想因為其實這後面的技術真的還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高深的啊 那就讓大家來看一下這塊高深的技術 在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個抱歉喔 因為我有點小感冒 所以那個聲音聽起來會有點牙牙 請大家多包涵 剛剛主持人有幫我問了一下 就是說真的沒有人現在有在玩英雄聯盟的嗎 還是你們都不好意思承認 OK沒關係 那既然沒有玩英雄聯盟 應該也沒有用過我的網站喔 那太好了 我今天可以好好推廣一下 OK 所以我們先開始 照慣例的話應該是要自我介紹一下 OK 基本上的話我以前是沒有寫過Python的 我以前有寫過AlienBBS 那是一個MacOS上面去可以去讓你去連線到BBS的軟體 等一下它有點卡住了 對 沒關係它已經連上了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以前為了那個就是 因為MacOS一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好BBS軟體 所以自己去寫的 然後再來的話我也寫過抓漫畫的軟體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大內的程式 然後呢它有很多個Plugin 可以讓你針對不同的網站去設計不同的抓漫畫流程 因為有的網站要Cookie 有的網站要Referral 所以這個非常那個 就是有很多多彩多姿的 幫你倒圖的方式 好 那我有寫過抓漫畫的Chrome Extension 這個的話 前一個的話因為Plugin太久沒有維護了 所以可能不能用 這個的話目前還是可以用的 對 好 那我現在本身是在台大電子雲端技術中心工作 那所以說這個網站 戰機網這個網站呢 是我的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 好 所以既然是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 當然不希望它佔用我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所選用的所有的Library 所有的Technology 所有的component 都是以一個字為出發 就是藍 好 這邊也提到 我也只有一年的Python經驗 那我是轉到了台大電子雲端部門之後呢 我才有去接觸Python的 好 那既然大家都沒有玩過英雄聯盟 那我可以好好介紹一下 那介紹它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我馬上把Client打開來 然後玩一場給大家看 然後我就可以快樂混玩30分鐘了 當然不能這樣啦 OK 英雄聯盟的話 它最早的時候是 怎麼說 Blizzada 就是暴風雪 最近不是有出一個Diablo 3嗎 這個同一間公司 之前出了一個叫Wallcraft 3的東西 然後呢 Wallcraft 3裡面有一個遊戲編輯器 可以讓玩家去自己製作他自己的地圖 那有人就用這個遊戲編輯器呢 去做了一個DOTA All-Star 這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地圖 那甚至它也有中文的變種 就是魔獸三果跟魔獸信長 那這個東西呢 畢竟它是依附在那個Wallcraft 3下面的 所以說很多他們的製作者想要得到的效果 沒有辦法 因為受限於Wallcraft 3的框架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出來呢 自己成立一家叫做Riot Game的一間公司 然後去開發一個全新的遊戲引擎 然後來把Wallcraft 3上面的DOTA的 這樣子的一個遊戲型態呢 搬到真正的Native的他們自己的一個遊戲環境裡面 那基本上它的遊戲方式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有五個玩家對五個玩家 那你有三條路線 路線上面會有一些防禦塔 兩邊的玩家可以挑選他扮演的英雄 然後呢 反正就是不擇一切手段 看你是要把對方殺掉呢 還是要把對方騙走 然後就是打爆對面的基地 那當你打爆對面的基地呢 就會像這個樣子 對面的基地就爆炸了 OK 那什麼是英雄聯盟戰機網呢 基本上遊戲裡面呢 它會有很多的玩家 然後這些玩家都會有所謂的戰機 戰機就是說他贏多少或者是輸多少 那這些東西呢 平常只能在遊戲裡面去查詢 但是呢戰機網這個網站的功能就是說 你即使不開遊戲 可能我也可以讓你查得到 這個玩家的戰機是怎麼樣子的 然後呢 還可以查詢一些遊戲裡查不到的資料 譬如說像遊戲裡面 你很難查得到玩家他到底輸了幾場 因為他為了鼓勵玩家向上嘛 他就只顯示贏了多少 沒有顯示你輸了多少 除非你是自己看自己的資料 那這個網站呢 可以把你這些資料全部給挖出來 然後顯示一些官方網站沒有排名 官方網站的排名的項目非常的少 那基本上這個網站 由於可以收集大量的玩家資料 所以呢他可以排出一些官方沒有的排名 然後當然啦 那個你也可以去查詢一些頂尖玩家 他的遊戲配置是什麼樣子 當然這個我要強調 這東西在遊戲裡面都查得到 這個只是讓你去方便說 你可以 因為這個是一個網頁 所以你可以開很多個網頁 所以同時比較所有不同的頂尖玩家 他們的配置是什麼樣子 而不是在遊戲Client裡面 一個一個慢慢查 好 還有一個最愛的就是統計 這個統計是為什麼 因為 因為遊戲裡面玩家是扮演一個英雄 那一定會有人吵說 這個英雄做得太強了 這個英雄做得太弱了 那很簡單 我們就直接做一個統計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太強或真的太弱 那像這邊舉例的是 2012年4月份的統計 那總共有幾場遊戲呢 我這邊收集到的遊戲場數是312萬場 所以我想這個Sample應該是非常夠的 好 那再來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子的網站到底有沒有人用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左邊的部分呢是 我先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平均每日訪客大概是2萬多人 那平均每日的PV大概是15萬左右 上面這裡有個凹下來的地方 這個不是Diablo 3上市 這個是因為 這個是因為Yahoo的統計資料常常當機 所以它會有一些資料會記不住 所以說基本上這個數字是低估 也許大家會說每天才2萬人很少嘛 可是這是每天 所以一個月就是60萬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Alessa 我們的Alessa的話大概在台灣部分的話大概是194名 那在全球部分大概是25000名左右 好 那玩家們通常用玩戰器網來做什麼呢 來查查看他們隊友到底有多坑 基本上呢這個遊戲是它會依據你的程度去自動分配一些跟你Level差不多的對手給你 但是呢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 你在這個地方 這些呢是你的隊友 然後你會發現對面呢每一個都是Superman 那這種情況發生多了之後 玩家就會想說 我可不可以在開始遊戲之前我先查一下 我的隊友到底怎麼樣 這樣子我才可以決定說我要不趕快跳走 OK 好啦這個當然不是這樣子的啦 我們要話要說的好聽一點嘛 就是我們要了解我們的隊友 並且要配合他們 然後要學習高手的遊戲配置 OK這個是OK的 好 那戰機網是怎麼拿到玩家的資料的呢 戰機網目前為止一共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呢是靠使用者上傳 這個上傳什麼我們待會會說明 第二個版本呢 這個就比較tricky一點 我們是偽裝成遊戲的程式進去查 因為遊戲本身有查詢的功能 那我們就偽裝一個遊戲的程式進去進行一個查詢的動作 然後把這些結果放回去我的資料庫裡面 好 好 共存戰機網的open source的東西大概有這些 那其中紅圈圈起來的部分呢是用python去實現的 好 我們先回到那個戰機網 但是中秋節太無聊的時候怎麼辦 中秋節我在家真的很無聊 而且我們家那一年又沒有烤肉 所以我們家如果那一年有烤肉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個網站了 OK 好 那我就去看遊戲的log 這遊戲的log說真的不是很好看 那它就是一個像這樣的東西 後來我發現這個東西裡面呢 有記載了每一場遊戲它的所有的資訊 那也就是說只要pass這個遊戲的log 你就可以拿到這一場遊戲的相關資訊 包括所有玩家的資訊 那所以說剛說玩家上傳嘛 上傳什麼東西 就是上傳這個log檔 那有了 然後我就用python寫了一個log parser 很快大概一個晚上就好了 那有了log parser之後呢 當然我們又要需要datasource 那需要datasource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呢 建一個網站讓大家去上傳 那 好 那我們要建一個網站 怎麼樣做最快呢 好 這個已經講到爛掉了 那從昨天到今天都有人提 我們就是用jango去做這個網站 那jango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快速的mvc的網上開發環境 那mvc的話很簡單就是 model就是說你的資料是怎麼定義的 那在jango在這方面提供的orim 那controller 你的資料怎麼樣拿出來 怎麼樣去修改它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所謂的view function 那最後view是要如何去呈現 在jango方面提供的是所謂的template engine 那orim是什麼呢 orim就是說我現在這個東西 我使用我的資料庫呢 就像使用一個真的object一樣 但是你要先define 就是說 譬如說我現在define一個author的class 那我們用block當例子 所有的這個這一類的framework 好像都是用block當例子 那你告訴他 他裡面有一個叫name的field 那它是一個從model繼承下來的character field 那最長的長度是60 那這樣你就宣告好一個database的schema了 那下面的話article的部分也是這個樣子 等一下不好意思 那個有一點亂掉 OK 所以orim的話就是提供你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可以讓你去操作資料庫 就像操作一般物件一樣 那還有一個快速的方便的url dispatcher 譬如說我這邊我要有一個blog的網址 那前面我可以用regular expression pass blog slash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連到我預設要處理blog這個網址的地方 那如果我要看某一篇特定的blog怎麼辦呢 我在這裡加一個parameter 那這裡我有一個id 然後用slashd plus 這是pass一個數字出來 那這樣子的網址blog slash1 這樣子的一個網址 這個1就會被pass成這邊的所謂的id 可以帶到你的view function裡面去 那底下的author也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來它有一個很好用的template system 然後template system就是說 我們先看一下左邊 左邊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for a in articles 這個是假設你已經拿到一個articles的array 那裡面呢它會列舉 這邊有個for 它可以去列舉每一個 你可以把a的title印在h1裡面 你可以把a的body印在這個div裡面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作者的欄位 所以我們把它靠右對齊 然後這是a的author 那這個東西會產生成什麼樣子的 就會變成這樣子 如果說你有三篇文章的話 它會變這樣 這是所謂的 這是title的部分 這是body的部分 這是author的部分 OK 中間那個tmall就不要理他了 好 那再來的話 這邊的話它也有所謂的template filter 跟tag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是可以被擴充的 譬如說我現在資料庫裡面 可能我有一個server region的東西 那我平常可能是用簡寫tw或是na 可是我又不想再做一個database的table 去lookup它 那我就很簡單 我就寫一個這樣子的一個filter 我這邊用serverlookup 然後這兩個代表是什麼 然後我去寫一個filter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serverregion在這裡 它其實就是去找這個table裡面tw要對應到什麼 那這個時候你在你的template裡面寫這個tw 然後去經過serverregion去filter之後 你會得到台灣這個東西 那這是一個算是偷懶用的小技巧 好再來的話是jingle裡面呢 也有內建多語系的處理 所以呢像這樣子一個網頁呢 我可以很快的把它換成一個全英文的網頁 只要你把你的相關leverage file處理好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這些剩下的事情 好再來的話它也有內建的catch機制 catch的話在website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有些content產生起來非常的貴 就是非常的花你的cpu 非常花你的資源 那你不希望說一天到晚就產生它 譬如說像我們這邊有一個排行榜 排行榜這東西呢它是非常超資料庫的 所以說呢我們就是怎麼說 就是我們在這裡設了一個catch 它的有效時間是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網頁呢每個小時 如果有人去看的話就被更新一次 那如果沒有人去看的話那ok 那就是它就永遠不會產生 也不會浪費我們的resource 好那它也有幫你處理登入跟session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不多提了 那基本上的話Jungle來說對我來說是一個 安裝很簡單它架構也很清晰 而且重要的是它文件寫得很好 它的文件你要查什麼東西都非常容易的可以去查得到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Jungle雖然有ORM 可是說實在的我完全沒有用到它 那為什麼呢 因為LOL的log它一直在改版 那每次改版會多一些東西或是少一些東西 那ORM這個東西它的schema是很固定的 就算你有migration的tools 那你還是很難去改動你的schema 因為畢竟還有向上跟向下相容的問題 那log一直改版怎麼辦呢 好那我們來吃mongo吧 那為什麼要用mongo呢 首先上面這四點呢 是跟我這個網站有關的 那下面這兩點是它的優點 但是跟我網站沒有關係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schema3 nojoin jsoncompatible pythonfriendly schema3是我用它最大的原因 schema3就是說 它沒有特定的schema 你每一個 database裡面每一筆資料 你都可以塞不一樣的格式的東西進去 你就算第一筆資料只有一個A 第二筆資料有ABCD 那也是OK的 它不會跟你抱怨什麼東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這些東西塞進去之後呢 它還有辦法讓你去做一個index 做一個search 好 再來換到nojoin的話 這個算好處嘛 也不見得啦 反正 以mongo這樣子的一個 database 它會希望你把所有的資料 全部塞在一起 而不是像傳統一樣去把它做一個正規化的動作 因為這樣子它查起來它會有效率 然後jsoncompatible 這一點我想非常重要 因為 以現在的網頁來說 比如說用ajax的用javascript的非常多 你如果能夠產生一個json的object出來的話 那應該說jsonstream出來的話 那對你的網站的開發可能會比較有幫助 然後pythonfriendly這個後面會提 好 用json來記錄一個blog的文章會是怎麼樣的 好 這是title 這是body create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用python來記錄blog的文章 欸 你會發現怎麼都一樣啊 對 都一樣我是copy的 好 那因為它真的是都一樣的 對 不要懷疑真的都一樣 好 那怎麼樣存進去mongoDB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是剛剛的東西 一模一樣copy下來的 好 你只要從上面 from pymongo import connection 然後connection localhost block article save 好 結束了 沒有任何的model需要你設計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class 沒有什麼任何額外的功能 它就是完完整整的把你這一段 轉成json傳進去 然後呢 這邊也稍微說明一下底下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的階層是這個樣子 connection是連到database的instance 然後它裡面有再分 是一分所謂的db 那這個就是傳統的那個 mysql類的那種東西就是database 那這個collection相當於 傳統db的table的概念 那基本上這只是一個集合 所以它的 只是讓你有一種階層的概念而已 那基本上你還是可以混在一起用 好 那再來看 我們會放進去啦 那我們要把它拿出來嘛 那很簡單 那這邊有一個我們一樣import 比如說mongo 然後all article 那我們一樣 這前面這一段都完全一樣喔 就是block article 那你下一個find 你就可以拿到所有這個table 應該說這個collection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只要列出title呢 很簡單 你跟他說我的search條件是空的 然後title是1 title是1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只要拿title出來 那如果說你把title設成-1 那就是說我不要拿title出來 其他的我都要 所以它有正向跟反向的一個filter功能 可以讓你不用拿出來那麼多資料 那server相對來說 它的loading會比較輕一點 好 那如果我要找一篇特別的人寫的呢 那很簡單 我可以find why 然後 然後 我限定 它給搜尋條件非常有趣 它是用一個json的 應該說一個hash的object去給 OK 我的author是talkie 好 那這樣子呢 它就會幫你找出來在資料庫裡面 我們可以回去複習一下 它的 這邊有一個author的欄文 它會去search每一個document裡面 這個author的欄文 如果是talkie的呢 它就會把它retend回來 好 那 再來的話 如果說今天你的老闆 你是幫你的老闆寫一個block 然後block system 然後結果你的老闆突然跟你說 哇 那個tag看起來蠻好用的 你可不可以加上去 然後如果說這是傳統db的話 好 先開始改model 然後再開始改code 那 如果是mangodb很簡單 你只要在你的view function裡面 加這一行就好了 那個set 這個set會去set後面這個東西 把它設成這個值 而且 如果說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這個 怎麼說 這個key在裡面的話 它會幫你建一個 那如果有的話呢 它會就覆蓋 所以說它非常方便 你完全不需要再動到model任何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去修改你的schema 好 好 難道mangodb沒有缺點嗎 當然有啊 首先第一個schemafree 是它的優點 是它的缺點 那缺點就是為什麼呢 缺點就是說 因為schemafree 所以每個人都得知道 那個json的document 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不然的話可能會有一些誤解 或者是說可能會有一些 重複引用的問題 好 再來 它沒有join 所以它很浪費空間 那當然我們知道 現在硬碟都很大嘛 可是 一筆 假設說浪費十個byte 那一百筆呢 一千筆呢 一萬筆呢 一百萬筆的時候呢 就會 相對來說 它的浪費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是所謂的fragment 它需要一個定時的 去做一個compact的動作 因為這個fragment 所謂這個fragment就是說 Mongo它寫一個document進去嘛 然後它會去pre-allocate一塊 比它大一點的空間 去把它塞進去 那如果你之後 對這個document做update 導致它超過它原來的長度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把它搬到別的空間去 那它原來留下來這個洞呢 就是所謂fragment 那如果說 有比這個洞小的document要塞進去呢 它就會把它放到這裡來 但是如果一直沒有呢 那就會變成一個空洞在那個地方 但是MongoDB目前 並沒有一個回收空洞的機制 所以你會看到data base 會越來越大 一直到你的硬碟爆掉為止 然後但是裡面其實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用 所以你必須要去定時做一個 就是defragment的動作 讓你的可用空間釋放出來 不然的話 它的這套褲子會長大 不會變小 好 講到這個fragment呢 就是講到Mongo最大的缺點了 就是BFGL BFGL大家可以看就是 Big Global Lock 好 這個BFGL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 你的所有的寫入的動作 都會把整個Database給lock住 是所有的Database 就算它不在同一個DB下面 不在同一個Collection下面 照樣把你lock住 這個東西是Mongo最大的弱點 它的寫入動作 會把整個Database global 也lock起來 那有沒有解決方法 有 第一個 加更多的RAM 因為Mongo是一個非常吃RAM的怪獸 它會想辦法把你的所有Table裡面的資料 全部塞在RAM裡面 這樣才會快 那加更多的RAM是什麼意思呢 讓它的操作變快 所以說它lock時間會減少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解決lock的問題 但是 它其實沒有解決 但是只是讓你的使用者可以接受說 這樣子的速度而已 或者是MultiDB Instance 你可以開多個MongoDB的Demon 那把每一個資料庫 放在不同的Instance上面 那這個方法 雖然說可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缺點就是 你比較浪費你的記憶體 比較浪費你的硬碟 再來的話 是他們在2.2版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計畫說 要把它 把這個Global Lock 修改成Collection Level的lock 但是 現在Mongo還在2.0 所以 這個我們就不期待它了 好 再來的話 在今年過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慘劇 我們的Riot Games 終於發現 有一些information 不應該出現在lock檔裡面 所以它把 那些information從lock檔裡面 完全拔掉了 也就是說 我的3G網 就再也拿不到user資料了 OK 你以為我這樣就算了嗎 當然不是啊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得來點扭曲的網絲 旁邊那個Twisted費也不要理他 好 然後Twisted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friendwork呢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LL的通訊 它的通訊是什麼 它的client是完全用flash做的 只有client大廳的部分 遊戲裡面不是 它大廳是用flash做的 然後它是走一個RTMP-S的協定 RTMP是real-time message protocol 加上S是什麼 加上SSL的連線 所以說它非常保護它的資料 所以它甚至還加上SSL encryption 那整個裡面的流程 全部是靠ActionScript驅動的 那因為它這個ActionScript 也要跟Server有溝通 所以它所有的事件 所有裡面的事件 都是event driven的 也就是說它送出去之後 它就不管 然後一定等到那個Server 過一段時間 再把它的那個處理結果 送回來的時候 它才會去處理這個東西 那送回來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event 跟他說你之前發的某個訊息 它已經送回來了 好 那有了LLL通訊的基礎知識之後呢 好 那Twisted是什麼 官方網站上面寫 Twisted is event driven Network Engine written in Python OK 看起來超完美的 它是Network Engine 它又是 event driven的 OK 那SSL呢 好 於是我去看了一下它的那個 官方的Sample 好 我們看一下Twisted寫一個Echo Server要多久 好 就只有這麼多Call 不要懷疑 真的就只有這麼多Call 我們一行一行來看 很簡單 好 Twisted Internet Import Protocol Reactor class echo 然後從這邊去建一個 新的Portacle class 然後並且定義它 data received event 那做什麼事呢 self transport right 把收到什麼東西 直接寫回去 OK 你的Echo完成了 那再來呢 建一個Echo Factory 告訴它 當我要build protocol build protocol 就是說當它連線的時候 它要用什麼樣的Portacle 去處理它 好 return echo 上面這個class 那最後呢 reactor lessen tcpip1234 Echo Factory 完成 最後呢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它所有的event 其實都是reactor這個物件在處理 我們要把reactor run起來 OK 一個簡單的Echo Server 就這樣子完成了 就只有這麼多行 那更讓我覺得興奮的是 要改成SSL加密的版本要多久呢 不好意思 只要一秒鐘 你只要把剛剛的 lessen tcp 換成lessen ssl OK 好結束了 你得到一個有SSL加密版本的Echo Server 很高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回來看一下Portacle提供了什麼東西 Portacle提供了做網路程式最重要的三件東西 第一個是contention made 你連上的時候你要做什麼事 這時候你可以發些hello message 或者是登錄的資訊之類的東西 你的contention lost 失去連線的時候你要做什麼 然後data received很簡單 最重要的就是要這個 我收到資料的時候我要怎麼去處理它 有了這三個東西 你就可以寫一個很 就是怎麼說 寫所有的網路程式 不是一個 是所有的網路程式 好 那其他寫Bort會用的函數哪些 第一個reactor call later 讓你可以指定一個秒數 等一下才call這件事情 可以用在譬如說retry 或者是說一些計時器上面 然後reactor call in thread 可以讓你啟動另外一個thread 來去執行你要執行的function 然後 那在task底下 有個叫 looping code class 可以讓你就是 讓一個code 在你指定的秒數之下 不斷的loop loop loop 那這個是可以處理一些定時需要發出去的訊號 譬如說像harbit之類的訊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把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 一個很簡單的conference 用來連剛剛那個echo server 好 一樣from twisted internet import protocol reactor task 好我們來看這個client做的第一件事情 data received的 就把data印出來 這個client很簡單 我就把data印出來 然後contention made 當我連上的時候呢 我call later 這邊call有點錯 這應該是reactor call later 3.0 self send hello 我連上之後 我停三秒 send hello出去 那send hello裡面寫什麼呢 self transport write hello 那這邊底下呢 建立一個 looping code class 然後他裡面做什麼事 send NOP 就是什麼事都不做 send NOP出去 然後底下 開始這個loop 開始這個loop 那每一秒鐘做一次 所以這client會做什麼事呢 連上去之後 等三秒鐘 跟server說hello 然後呢 每隔一秒鐘 send一個NOP出去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把call簡單的寫出來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一個client跟一個server的程式 我們先把server跑起來 然後我們這邊再執行一個client程式 然後我們先等三秒鐘 然後因為server是echo server 好 我們現在已經收到那個 我們來放大看一下這個 結果 首先我們等三秒鐘之後 我們看到hello 然後跟著就是NOP送出去 之後每隔一秒鐘呢 有一個NOP被送出去 然後因為server是一個echo server 所以 你送了什麼東西 他就送什麼東西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client的確有按照我們剛剛的設計 在執行 OK 那我們回到頭影片的部分 好 那有了上面這些東西呢 你就可以寫個lolbot 我是說真的 真的 我只有用到twisted裡面這些東西而已 好 然後其他的幫助戰機網的一些資源呢 我們這邊列了blogger boostrap from twisted 從twitter 然後facebook linnode 跟visualcsharp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怎麼用這些東西的 好 寫一個網站的最新頁面呢 其實是一件你不能不做 但是又很suffer的事情 那很簡單啦 所以我就決定呢 我用blogger去代替我的網站的更新頁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網站的部分 好 這個是我的網站 然後這個是我的最新消息的更新頁面 這個是我為了這個網站的更新消息頁面建的blogger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只加了一個javascript 去用rss的方式呢 把我的網站的rss堵進來 然後並且排版成這個樣子 所以說呢 對於這個更新頁面來說 我只寫了幾行扣而已 那我可以得到一個非常漂亮的更新的頁面 一個非常好用的更新的編輯器 OK 好 這是其中一個 好 你的使用者很懶得上傳log怎麼辦 好 那就幫他寫一個自動log的上傳器 那Microsoft我覺得唯一做對的一件事情就是 開放darnet 這個是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他的Visual Studio Express系列真的非常好用 那我就用csharp 我以前很熟悉的語言 寫了一個自動上傳器 這個上傳器呢 會在遊戲結束的時候 去scan他的log folder 並且把找得到的log 而且低於上 就是比上一次更上傳的時候更新的log 也自動上傳到我的server去 OK 那再來呢 使用者亂傳假的log怎麼辦 那當然就是要叫他們登入啊 那登入 我又不想寫登入 那怎麼辦 我就直接用Facebook的Graph API去做簡單的登入 反正Facebook的Graph API會給你一個User ID 你只要用那個UID你就可以認得出來 這個log到底是誰上傳的 那 也真的有抓到幾個就是亂上傳log 那至於V2的時候就不用管這件事情 因為V2是我直接去跟server要資料 所以他不可能有假的資料出來 好 那做一個漂亮的html button 要多久呢 好 這個漂亮的html 長這樣子 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用boostrip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寫一個A的tag 指定它的class是button button primary 好你寫完了 這就是一個漂亮的html的button 那我們來看一下 boostrip還提供哪些東西給我們 boostrip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它是怎麼說 它是Twitter寫的一個UI的CSS library 那它提供非常多的預設的那個 就是一些可以讓你重複使用的CSS style 譬如說這邊有list 然後也有phone 那phone的話你用它的style的話就可以排得非常的整齊 而且譬如說像這個地方 你甚至可以有一些彩色的邊框在這個地方 而且它底下的這些button也都幫你處理得好好的 那甚至的話 它還有配合 它CSS的部分的話是靜態的 那甚至它配合javascript呢 你可以有一些動態的東西 譬如說像這個 我可以有一個很漂亮的pub-up box 然後 我看看 對譬如說像這個dropdown 動態的dropdown 也是puttripper加上javascript做出來的 好 那再來畫這個score spy的話 可能大家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還有像這個動態的tape 這也是puttripper可以做 而且puttripper的話 它可以改就是所謂的 你可以改你的主題 你只要去修改它的CSS file 你就可以拿到不同風格的puttripper的CSS library 而且puttripper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responsive的設計 responsive的設計是什麼 就是說當你的網頁改變大小的時候 它的CSS的style可以跟著改變 譬如說我現在網頁是長這樣子 當我把它縮到只剩這樣子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變成一個手機版的 它的menu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OK 好 我們先把它拉回來 再回到我們的投影片 應該快講完了 好 最後來談一下我們的VPS Linno是我們的網站host的VPS 它非常的便宜 而且非常的佛心 怎麼說呢 我們先看看最便宜的那個 19.95美金你會拿到什麼呢 512MB的記憶體 20GB的硬碟空間 200GB的對外流量 請注意是對外 你上傳到它的server不算 所以我那時候用得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我要上傳log 我要去抓server上面的使用者的資訊 所以說它對 它上傳的流量完全不算錢 好 再來呢 六個不同地理位置 有美國歐洲跟日本的資料中心 你可以去選擇 還有它有一個超級快的資源服務 它的資訊服務是線上的 你只要發個ticket出去 我遇過最慢是15分鐘內 就會有人跟你聯絡 問你說你需要什麼樣的服務 而且他們都是有專業知識的人 甚至我上次去問他 Ninux Static IP的問題 他也可以回答我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那個 不長進的HX Cloud 它光100GB的流量呢 它就要跟你收1350台幣 那是多少錢呢 45塊美金 這我可以在Linno開兩台 大概有400GB的流量 所以說 如果說 但是Linno還是有個缺點 它在國外 所以說它的PIN再怎麼樣 也不可能像HighNet一樣低 像我在日本 我現在在日本的機房 所以說我的PIN 大概是100到150ms之間 那但是如果你只是做個網頁的話 我想你的使用者 應該沒有這麼建議 Response Time 而且你的網站也要處理時間 所以說我想這是OK的 好 這邊 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我有一個工程服務時間是 我們現在雲章中心正在增人 那加分項目是 只要有一個到兩個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部 OK好 那感謝各位看你們什麼問題 好 由於時間問題 就讓我們先掌聲 謝謝Talki給了這個Talk 那